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风水大师警告,今年端午节前,甲中五样东西赶紧扔掉,否则灾多难多,后悔都来不及,一起来听,时光荏苒,不久之后端午节就到了,每当这个节日临近,甲甲户户都会把插友,昌仆和爱业的香囊挂在门上, 蒸糯米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人们也会吃住美味的粽子,迎来这个寓意丰收和团圆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次祈福的仪式,根据民间的风俗习惯,端午节这天家里要彻底打扫,但在打扫的过程中,也是有所讲究的,尤其是有些东西不能乱丢, 否则会影响全家的运势,今天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风水知识,希望大家能在端午节这天,顺利地把家里的负能量都清理掉,给全家人都带来好运气 一,端午节的风水禁忌,说到风水,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有些迷信,但其实古人提倡的风水观念,并不是无稽之谈,其中很多都是非常科学的,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日子,确实是要注意一些事项和禁忌的, 而端午节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其中的风水禁忌就更不容忽视了,根据我国的传统观念,在这一天要注意以下几点事项,端午节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不能游泳, 因为这一天阳气最重,水中的阴气也会最重,所以一旦在这一天游泳,会有生命危险的可能性 其次,端午这一天,还要注意饮食的卫生,最好不要吃冷饮和衣服食品,以免出现肠胃问题,影响健康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一天也不能随意破坏植物,比如乱摘野花野草,就好比在损害阳气一样,非常容易招来 厄运和不祥之事,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佳节,端午作出,是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一种形式 当年屈原爆石头,蜜罗江身死,在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伤不已,为了不让屈原的身躯,被海里的鱼泪吃掉 人们在江中撒雄黄,酒头饭团,火鸡蛋等物,逐渐演变成现在的粽子 现代人过端,舞更多的是外出旅行,而忽略了端午节,带来的风水运势变化 如果在端午节,不慎触犯了风水禁忌,很可能霉运缠身,财运衰退 端午这天屋子不能杂乱,端午节围扬变旺的时间 在端午节的时候,无论你居住的是自己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 都应该把家里彻底地打扫一遍,扫除阴气,让房子充满生气 最好能在家门上悬挂艾草,或是昌仆,都能起到需写保平安的作用 如果家中杂乱灰尘多,则阳气无法进入 我们住的房子是阳宅,吸纳大量阳气能够妄运,而阴气则会昭血 二,端午节的舞,不要在除了以上的注意事项之外 端午节这一天,在家人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五样东西 这五样东西,在这一天都不能留在家里 必须要全部清理掉,甚至是要扔掉 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家中的一些物品不舍得扔 越存越多,导致到处满满当当 勤俭节约是非常优良的传统 可是对于家中的这五样东西,还是建议尽快扔掉 这绝不是封建迷信,而都是有依据的 这五样东西,可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 回家看看你家里,有这五样东西的几样了 以不用的旧筷子,第一种建议大家尽快扔掉的东西 就是家里存的旧筷子 如果不相信,大家可以回家看看橱柜 再看看筷子笼子里,就会发现几乎都有很多老旧筷子 而对于这些老旧的筷子,很多家庭都是不用的 有的是放在筷笼子里,有的是放在橱柜里 那么为什么会不扔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于旧筷子,个人建议大家尽快扔掉 为什么这么建议?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考虑的 以旧筷子容易有霉菌滋生细菌 对一些长期不用的老旧的筷子,如果放在橱柜里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上面长满了霉菌 所以旧筷子上面,有毒有害的物质比较多 二,老旧筷子与新筷子放在一起 还会导致新筷子上有一些霉菌 虽然旧筷子不用了 很多朋友是放在筷笼子里 时间长了就把新筷子上 也沾染了一些霉菌 容易混用 像很多家庭的旧筷子没扔 又买了新筷子 都放在一起 时间长了就可能混用了 但是老旧筷子可能发霉了 所以就很不健康 所以说对于 老旧的筷子要妥善处理 尽量不要与新筷子 放在一起处理 建议以尽快断舍离 也就是说尽量 把家里的旧筷子收拾一下 全部扔掉 这样会看住也不烦心 也不用担心用错 二,单独妥善存放 如果不舍得扔 那么建议大家 把这些老旧的筷子刷前进 量前 然后用密封袋密封起来之后 单独存起来 废物利用就是旧筷子 如果不舍得扔 那么其实还可以有一点用途 例如搭个架子 养花养草用 掉涂层的不粘锅 第二种建议大家尽快扔掉的东西 就是掉了涂层的不粘锅 很多家庭中都有 又不舍得扔的 那就是掉了涂层的不粘锅 以我个人为例 我家橱柜里现在还有两个 掉了涂层的不粘锅 仍有不舍得扔 其实对于掉了涂层的不粘锅 建议大家尽快扔掉 千万不要再继续使用了 不粘锅的涂层是特弗龙涂层 这种涂层受高温 也不会产生有害的物质 但是脱落以后 有可能被吃入肚子里 那就不好了 之所以建议大家 尽快扔掉掉涂层的不粘锅 就是基于以下原因考虑的 一、继续使用对身体有害 因为涂层掉了以后 再继续使用的话 带来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很有可能 拿错锅就继续使用 二、放在橱柜里蘸地方 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其实大家回家看看就会发现 这些掉了涂层的不粘锅 放橱柜里非常蘸地方 打开柜门大都有一股呛鼻的味 三、污染橱柜 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 如果把这些锅堆在橱柜里 橱柜会越来越脏 而且不好清理 所以如果家里的不粘锅掉了 涂层及时扔掉 换个新的 不要堆在家里 没什么用 三、八年以上的热水器 第三种建议大家尽快扔掉的 就是使用了八年以上的热水器 这里的热水器主要是针对 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而言的 当然了 如果你家里的燃气热水器 也使用了八年以上 也建议大家尽快处理 之所以给大家说这一点 主要是看到有的朋友 把家里的热水器拆下来在那堆住 又有的朋友家里的热水器 都用了十几年 无论是拆下来的热水器堆住 又或者是使用十几年 都是不太好的 个人建议大家家里的热水器 使用超过八年 或者拆下来以后及时处理 四、常年不穿的旧鞋 第四个建议大家尽快扔掉的 就是家里常年不穿的旧鞋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习惯 就是习惯囤旧鞋子 例如家里穿旧的鞋刷前镜 放在柜子里 或者是小了的鞋 同样也是收起来 这样常年累月下来 就发现家里的旧鞋非常多 最后不得不把一些 穿不了的鞋送人 但是还是不舍得扔 这么做意义并不是很大 而且个人认为也没必要这么做 个人更建议大家把常年 不穿的旧鞋子尽快地扔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中的原因有如下三点 一、放鞋子的地方 空气会变得很差 甚至都有一股发霉变臭的味道 大家可以回家去看看 如果你鞋子常年放在柜子里 打开柜子就是一股位 二、非常占地方 鞋穿旧了 小了都不舍得扔 你会发现你的鞋柜再大 也不够用 最后只能堆在一个角落 三、滋生细菌 即使把旧鞋子都刷前镜了 但是还是会有些鞋 是不太前进的 时间长了就慢慢滋生细菌 其实对家庭卫生 也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说对一些常年不穿的旧鞋子 囤积在家里问题还是很多的 建议要及时处理 五、换下来的花盆 第五个建议大家尽快处理 掉的就是换下来的那些花盆 如果家里养花 那么对这种情况 就是深有体会的 对于喜欢养花的朋友来说 会发现总是喜欢买花盆 买了一个又一个 最终的结果就是阳台 堆了一堆不用的花盆 但是即使在阳台堆了一堆 还是不舍得扔 就想在那堆住 这时大家应该学会断舍离 因为你在阳台堆花盆 一般都有以下问题 一、阳台乱糟糟 你会发现阳台堆花盆的地方 卫生都很难打扫 而且这些花盆里面 好多治疗轻不前进 弄得阳台很脏很乱 二、阳台被占得越来越多 导致阳台越来越拥挤 根本就没有地方下脚 花盆堆的却是越来越多了 三、根本用不上 很多人不舍扔 时间长了以后 却发现越堆越多 根本就用不上 完全就是一堆废品 所以说 如果想花 买花盆 把不用的及时扔掉 没必要去堆那里 最后都用不上 居家过日子 建议大家尽量学学断舍 离别住也舍不得扔 那也舍不得扔 如果各种东西 都舍不得扔堆在家里 你会发现家里 最终变得乱糟糟的 但是这些东西最终却也用不上 端午节即将到来 你是不是想在端午节迎来好运呢 下面介绍一些怎样祈福保平安 一、端午带香包续写传爱意 端午节佩戴香包 传统认为有辟邪趋温 知晓实际上香包里面放入朱砂 爱叶、雄黄、香咬十六花 散发出清香宜人的香味 对蚊虫而言就是克星 所以有辟邪趋温的作用 香包外包用丝布 再以五色丝线显口成锁 做成各种不同形状和款式 女子们还可以用各种香味的香包 送给一中人来表达爱意 怎么样又美又有诗意 把二、端午带五彩绳最佳 开运舞五色线是最常用的开运舞 五色丝线即绿色、红色、白色 黑色、黄色五色分别代表精 水、木、火、土五行 以及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五色绳手链具有五色和欢的功效 想早日告别单身的男女 可以把五色绳手链 戴在手腕上或脚踝上 管它真假 反正戴上还挺好看 您说是不是 三、端午带葫芦催急又耐服 葫芦谐音符录 有收纳福气的寓意 在端午节期间 将一小葫芦吉祥物带在身上 给自己带来好运 到偷偷告诉大家 小编办公室现在就有同事种葫芦 只等它一根藤上七朵花拳开放 看看会不会接出葫芦娃 四、端午初有点心情 就是在端阳节这天 男女老少都穿上新衣服 到山间田野游玩一天后 晚上用尖蒲、艾等香草 或者驱邪的香叶精水煮后洗澡 被称为有摆定洗摆定 这样做可以去除邪气、晦气 一年平安健康 在现代平时的学业 工作上的压力使大脑经常绷紧 端午节可以选择出游 适当放松 到郊外游玩 和品尝一些特色美食 不仅能助你疾病消除 也令你心中感到惬意 身体的负能量减少 好运自然来 五、端午吃粽子好一头 端午节这天吃粽子 有很多好的寓意 纵筒中子 即意识中的有高中之意 提升你的学业考运 所以端午节这天 好好地吃上一口粽子 也让好运到与你相伴 尤其是那些刚刚考完的孩子们 想想姐姐都替你们开心啊 学了这么多年 这个假期真是最爽的一个了 六、端午插爱好招头 在民间风俗中 清明插柳 端午插爱门上插爱草和仓谱 制成人形或虎形 称为爱人 爱虎佩戴身上 用来以驱障化煞 也有吃五毒饼这一习俗象征 可以防小人健康好运的好兆头 其一 吃五黄 求吉祥 黄色在中国文化 是一种尊贵的颜色 五月卖鼠也是丰收景象 带有吉祥意味 所以说 吃五黄的目的是驱邪毒 求吉祥 黄鱼 黄瓜 黄膳 鸭蛋 黄 熊黄酒 这就是五黄 在端午节的中午 最适宜吃五黄餐 因为中医理论认为 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中 阳气最盛的时候 而中午又是一天中 阳气最盛的时候 可利用端午节气的力量 抑制霉运 提升自己的精力 怎么样 你都记住了吗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离宣告